为什么都说有其父比有棋子呢 想到出这只猫就是为了蹭饭赖在我家不走的 每天为了一口零食把我堵在厕所门口不让我出去 自己来蹭饭就算了 你瞅他胖呢 更过分的是他竟然脱家带口来蹭饭 现在竟然把他的两个私生子也带回来了 家里已经有三只猫了 现在又来了两只 哎 最近生活压力属实有点大 这个月的生活费又不够花了 家猫一定是人变的 而且还都踢过足球 看好了 先准备一个会发生的球 再往里加点猫薄荷 首先上场的是瓜子 这个孕妇还有两天就生了 所以反应总是慢半拍 你看反应过来了 却没守足球 真是个不合格的守门员啊 不过踢球倒还蛮不错的 传球配合的也蛮默契 果然是一个足球对的 啊 嗯 真有意的 小猫 这个坏 你不跟你们玩 都是一帮百家子 你继续走开啊 说你当我是瞎子 你找个老鼠家 才能把你家死 你公公不忘 猫谁会 你会想念主人吗 不会 其实猫根本就没有你去上班 或者出差的概念 你一出门 他们就以为你出去捕猎下 一天没回来 他们可能觉得 你是不是失败了 两天没回来 会以为你在外面受伤 你要是三天没回来 他们可能觉得你人美了 所以真的不要出去太久 然后回来第一时间 给他们点吃的 就假装是你捕猎的成果 不然出去那么多天 还空手回来 他可能觉得你是个废物 我们平时在家里 经常会被猫打 对吧 很多网友会问我 怎么办 有没有好的办法 你算是问对人了 我拥有多年与猫对抗的经验 像障碍柱这种武力威胁 基本上已经免疫了 你必须使用一些技巧 我重新给大家演示一遍 动作要快点 不能犹豫 快速地扣住他们的天灵盖 看到了吧 效果特别显著 我怎么也没想到 养猫竟然被邻居投诉了 物业甚至找上了门 尽管我费尽口舌的解释 我家猫平时很肺 不是吃就是睡 不可能一直叫 但是还是不相信我 于是我只好架几个相机 誓死还原真相 画面里我出门后 顿顿就开始睡觉 一开始还很正常 然而在我出门 大概两小时后 画面突然一闪 之后居然就出现了 另一只顿顿 听说猫猫能防水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吧 我们在芝麻湖身上 挖一个坑 注点水 嘿真的可以防水 动一下居然也不会洒出来 吸干水后居然还很干爽 我们来试一下脑袋吧 果真是全身防水啊 种一个多肉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带点绿 我是你个乖 I want to forget 中文字幕——YK